主持人 各位先進大家好 那我今天來跟大家 我今天跟大家來分享一個 就是關於這個題目的一些新的想法跟看法 那主要的議題在於說 我看了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些邀請的來賓 那有一些是企業界代表 有些是政府的代表 那來自於NGO或來自於社區 或來自於一些微型企業的一些代表的想法 也許應該被放進來 讓我們對所謂的氣候變遷 或者對於所謂全球風險下 如何怎麼樣子有感知 進一步有行動上會更有想像力 所以我今天把它設定成為說 是社會合作經濟下的社區 還有區域與全球行動的一些想法 來跟大家一起分享跟救教 那提到這個題目裡面 大概就會提到說 其實我們剛剛講了這麼多的危機 或者這麼多的風險 其實最大的一個關鍵議題 其實如果用一個比較學術性或大家都知道的字眼 其實就叫做資本主義 那這個議題如果你放在旁邊看 其實就是市場經濟 就是一個以市場為導向的 一個經濟生活運作的模式 那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包括我們所能詳的說 資本就作為一個主導的力量 然後再來是所謂的 大者 恒大 競爭 淘汰 這樣子的一些構想裡面 那資本作為一個主導的力量裡面 其實聽起來很有道理 但是其實就是要回應一個很真實的議題 這個其實在比爾蓋茲之前的一個討論裡面 就曾經說過 他說的那個現在全世界 在研發藥廠的金額裡面 提供給研究 涅及會致死的病的金額 遠少於提供給禿頭的金額 那禿頭大家都知道 其實不至於到致死 可是研究禿頭的經費 遠遠大於研究涅及的經費 這很明顯的其實就是 當藥商的這個利潤機制 被市場機制 跟被資本所主導的情況下 會出現很大很大的問題 各位如果都熟悉YouTube 熟悉Tab 你會很清楚的發現在YouTube的頻道上 禁止砂糖使用 砂糖因為造成會導致糖尿病 或導致許多一些疾病出現的機率 砂糖其實會導致死亡的機率 會遠大於大麻少致死亡的機率 但是在某一個程度上 禁止使用大麻的YouTube的頻率 會遠遠多於禁止使用砂糖 類似這樣子的糖分的資料 這其實一定程度上說明了 某個程度上 透過被資本主導的情況下 會出現很多問題 那第二個其實是大者恒大的這個狀況 各位如果都知道 狂牛症很大一個原因 其實是在過去50年前 其實美國也有非常多微型的飼料廠 微型的類似這樣子的一些 養牛的一些產業 後來被大者恒大併購之後 最後他們不能再併購別人的情況之下 就改變了飼料的生產模式 飼料的供給 所以牛以前是只能吃草類 後來變成吃了一些 自己內部的一些所謂的一些內臟 然後產生一些狂瘤病的議題 那競爭淘汰更不用說 這個我們大家常常所看到的 那個環保塊的這個使用 以及用完即丟 那因為這樣子變成快速發展這個模式 所以我們的經濟模型跟社會運作 以及跟金融結構 還有跟所謂的公共衛生 緊密結合在一起之後 產生了非常多各式各樣的議題 那有沒有另外一種可能的想像 其實是社會經濟的模式 那是社會經濟模式 包括以人為本 以小而美 然後合作共享 循環再生 熱身慢活的這樣子的模式 那旁邊這張圖其實是兩個作家 他們本身就相信合作 可以讓社會變得更美好 所以他們連名字都合在一起 J是Julia Graham 另外一個是Catherine Grimson 那他們兩個合作在一起 寫了非常多文章 他的概念上就是說 如果我們要解決當代這樣子的 各式各樣風險 集結在一起的議題裡面 我們不是要消滅所謂的資本主義 也不是要反對所謂的資本為主的 這樣的運作 但是我們至少要提供另外一個 所謂的社會發展 或者是社會為主 這種社會經濟合作共生 慢活這樣子的想像 那我提供幾個簡單的例子 給大家做參考 這個其實是在美國很有名的一個例子 這個就是美國巴西有很多小朋友 他想要學英文 然後美國有非常多退休的老人 他退休之後其實也沒什麼事可以做 那如果在剛剛以資本為主的想像世界裡面 就是要學英文你就要去科建補習班 那個地球村或者是各式各樣的補習班 那美國老人他退休沒有事做 你就要送他去安老院 送他去別個地方 所以本來是雙方都有問題 雙方都有一些想要解決的困境 但是雙方最後被開始的方案 是要透過資本的力量去想辦法來找到一些解方 那在這個案例裡面 它叫perfect match 這個其實是很多新聞的報導 大家如果去打 Brazilian kids learn English by video chatting with the lonely elderly Americans 我上次學的時候有時候問學生說 美國退休老人喜歡 最擅長的是什麼 或最大的特色是什麼 大家會說他時間多 錢多 可是都沒有講到他其實最厲害的是說英文 那巴西的小朋友想學英文 美國老人來學英文 雙方的困境變成彼此的資源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其實合作就變成有可能 以及合作他也不需要出門去科見美語 他也不需要出門去浪費里程 浪費石油 浪費各式各樣的東西 在家就可以用什麼方式來完成 所以某個程度上 如果我們可以想像雙方的困境 變成彼此的資源 是不是就可以解決各式各樣 更多更可能的一些行動方案 那類似這樣這個案例在台灣其實就有 這個案子其實是天空的院子 它開了十多年 那這兩年有一些原因 然後把它先暫時停止營業 但其實非常成功的例子 其實是包括說 它不只是在當地整修老房子 然後創造出了一種新的小鎮的想像之外 它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間房間 讓大家來打工換宿 那大家聽到打工換宿也許就是去幫忙摺棉被 去幫忙打掃 它不是 它是希望各式各樣的人 願意來竹山認識這個地方 就可以利用打工換宿的方式 就可以利用打工換宿的方式 來解決竹山想要發展的問題 所以在旁邊你會看得到說 它這個其實是竹藝的小店 那有一些人對於竹藝的認識跟了解 透過跟老闆的分享 以及體會之后 幫忙設計出好的包裝紙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竹藝的產品就不再只是放在垃圾 放在塑膠袋裡面變成比較便宜的價格 放在更高的包裝的設備裡面 可以產生更高的價值 大家可以認識 可是這個需要時間 那同時在這個過程裡面 很多美術系 藝術系的小朋友 他們其實需要一個舞台 來設計這樣子的包裝產品 展現他們的才華 所以也是一樣 雙方都有一些需要解決的困境 透過這個過程裡面 彼此互相合作 而可以共同找到一些解方 共同找到一些解方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你也可以看得到 有可能是多方的困境 變成彼此共同的資源 那這個跟我們講的案例非常相關 其實就是 這個其實真實發生在台灣 這個是蔡市場 社區蔡市場跟好時期平台這個例子 他講的是台灣有非常多人 想要吃有機商品 那台灣有另外一些農民 他其實在生產有機商品 但是如何把它運到需要的地方 如果有人可以中介出來 那中介出來的人是誰 是台灣在台北市裡面 有非常多一些小店或一些組織 需要有人來聚集 比方說有一些小店的飲料店 或飲食店下午的時候 可能最空檔 如果那個時候變成把雙方媒合在一起 或者類似於社區大學 他有很多人報名 但是不一定出席率那麼踴躍 但是如果社區大學變成一個菜市場的站 那他去聯絡這一些生產者 把東西寄來社區大學 同時也聯絡當地的 有一些想要上社區大學的一些夥伴 來這個地方除了上課還可以取菜 大家可以互相合作 以及共同找出一個新的解決方案 所以雙方的困境可以變成彼此的資源 多方的困境可以變成共同的資源的情況之下 我們是不是可以發展出一種更有想像力的 某一種承認的負責任的生產與消費的方式 也就是在社區尺度裡面的短距低碳的產製運銷除 可以綜合在一起的這種可能性 各位試想看看 其實我們常常都在巷口的麵攤裡面有吃到非常多好吃的水餃 那這些水餃有沒有可能變成另外一種形式的生產跟供應的方式 到我們常常去的加樂福 常常去的量販店 常常去的7-11裡面買這些產品 而不需要讓7-11或者是加樂福在生產 在提供我們所需要的水餃的時候 其實是透過他們自己的生產系統 那還要透過運輸 中央 廚房 類似這樣不同的方式 到這個地方來 那各位也可以常常看得到我們的機場的免稅店 或高鐵站的這些商譜裡面 有沒有可能有一定比例的是在地農創 青創或文創的這些產品 那這個當然你如果仔細去看 因為當地比方說是免稅商品 它就賣的非常高的 其實每個地方都買得到的化妝品 每個地方都買得到的免稅的煙 類似這樣這個東西 那其實跟當地會脫離很大的連結 那我們如果要買當地的東西 反而還要千里條條他們運到別個地方來 那我們在別個地方買 那有沒有辦法變成一種短距的生活的這樣的方式 所以我們其實第一個要想的是 如何能夠打造一個更具社會經濟友善的環境 讓負責任的生產跟消費可以在地產生更多的可能性 那最接近的案例裡面 也許其實剛剛所提到的就是我們提到 比方說7-11類似這樣子的便利商店 我們提到的類似這樣子的量販店 可是我們在早期生活 我想在場各位應該跟我們一樣都有Gamma Dam的經驗 所以Gamma Dam販賣的不再只是商品 它其實更多的其實是一些信任聊天 而產生一些社會網絡互相的可能性 那夜市是不是也是另外一個可能性 當越來越多夜市都慢慢被消失 但是產生的其實是所謂的 所謂的美食街的這種形式上 其實我們上市了非常多新的在地連結的這種可能性 那在地的社區如何能夠透過彼此的信任 然後產生出一些關係 在這個關係網絡之下 然後我們進一步來發展出一些負責任的生產跟消費 那這個其實不容易 因為這個其實挑戰了我們對於風險的認知 我們如果要把夜市每一家好吃的東西 經過什麼樣子的方式來認證跟處理 然後進了變成大家可以更接受的一些產品跟包裝 最簡單的例子各位可以想像的是 也許在五年前跟十年前 我們每一次去夜市吃東西的時候 用的都是免洗筷 因為我們從來不相信他們會好好洗筷子 跟好好提供好的一些餐盤跟設備 但是後來很多夜市被解決 其實他們有集中處理的共同的一些 所謂的餐盤處理的裝置 所以這個事情出現在我們希望環保 他們也希望環保 但是彼此需要有公部門 有NGO有其他的社區運力量的形式 來把這個大家的困境變成彼此的需求 的這個事情給連結起來 同時要提供一些場地 所以你看到如果有一些夜市 已經變成個別能夠處理 集體的來變成是所謂的環保餐塊 而不再是免洗餐塊 他們就有一個區讓大家來回收這些東西 所以類似這樣這個事情 其實是包括我們對於風險認知 包括我們對於風險的計算 需要有一個社區尺度 而不再是以廠商的尺度 而不再是以國家的尺度 來進行這樣子的想像 好 這個是社區的部分 再來一個部分 其實是區域尺度的部分 那我們最常講的 在今天的話題裡面 一個是低碳 另外一個就是能源 在這個社區的部分裡面 台灣雖然綠能已經成為一個趨勢 然後雖然剛剛早上的主持人們 也提到了有可能是 不管是政策太過不實 但是至少大家都看到了 這個是個趨勢 但是這個趨勢裡面有新的議題 正在浮現 第一個其實是所謂的綠能的供應 最大比例還是用市場經濟 所以我們創造出一些綠能 基本上就是連結到台電的電網裡面 然後就賣回電給台電 因為台電賣的錢 比大家想像的都到一點 所以這個時候下 大家都賣回給台電 或者是變成綠色平鎮的方法 賣給需要的廠商 所以基本上就是一個買賣的機制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非常多的中小企業 甚至於是中南部的農田 魚電就開始變成魚電工程跟農電工程 可是因為連上了台電的電網情況下 所以缺乏一定程度的區域韌性 就是整個電還是集結在一起 但是如果有個地方 出了什麼問題調度有困難的話 搞不好會出現大規模的區域停電 甚至於是怎麼的情況下 變成更複雜的一個全國停電的現象 那這個其實最關鍵的 其實是我們正在複製某一種 非常刻板的二元對立的情況 也就是城市大於農村 然後城市負責工業 然後城市負責工業 負責我們的經濟生產 所以城市需要非常多的能源使用 那鄉村在一定程度上 它就是農業 然後在前面給大家講的情況下 大家對農業的某一種刻板印象 都覺得如果需要的情況下 水需要先被犧牲 所以他們要停止灌溉用水之類的事情 以及農業在這個過程裡面 又負責能源的生產 所以我們現在有非常多的綠電的議題 其實都希望所謂的農電共生 漁電共生的方法 來提供給全國使用的時候 某個程度上看起來台灣比較變綠了 但是其實我們更在複製一模一樣 跟過去很類似的這個城鄉二元對立的刻板分工 那這個對於某一個程度上是不公平的 那有沒有辦法有一些想像是希望都市也能夠來負一點責任 或者是甚至於其他的方法 來習施一些都市跟城市尺度的靜零想像 那這個在日本就有區域脫炭先行區 那日本這個區域脫炭先行區不只是像台灣這樣子 每個地方都開始要有自己的靜零策略之外 更重要的是每個地方要有一定比例的綠能 需要由自己來提供跟發展的這個情況 那倫敦的市中心的contraction charge 跟這個低碳排放區的使用費 它是從最核心的市中心開始 所以各位可以想像住在台北的天龍國們 應該要自己負擔一點能源使用 能源生產就要從自己開始做起 以及在這個過程裡面 你可能還要能夠想像 來帶動大家來思考 其實天龍國某一個程度上 就非常市中心的台北市 某一個程度上其實是非常具有影響力 大家看到的所謂的買不到口罩 其實都是天龍國買不到口罩 很多地方其實很多地方都有 那在很多地方裡面 它其實也做得不錯 在大學裡就有個例子 那個台北市的那個巷道內的白天 要不要停車隔收費 我們後來是投票決定要停車隔收費 顛覆了很多人的想像 這個大家一定不會同意 其實沒有 所以某個程度上進步的聲音 正在逐漸發生 那這個聲音有沒有可能 從其他的面向進一步到能源議題來發展 也就是說都市負擔一點能源的生產 這個概念不再只是過去的刻板分工 這個事情也應該被放進來思考 那最後一個這是跟全球的議題相關 那難免的大家會提到台灣 作為一個重要的國際參與者的概念 我想這幾年已經很不陌生 那過去我們確實不是孤兒 其實已經參與全球夥伴 這個是我跟我的博士生一起做的 這個國際合作發展年度調查報告 包括整年2010年到2020年 你就會發現其實台灣的資金資源 跟技術跟知識跟網絡其實是已經到非常多的國家 那這個綠色的地方就是嘛 那其他地方就是有一些相對比較貧窮的國家 跟中國比較和好 所以就我們沒有去的國家 那這些顏色的國家 你如果對比左邊這一張 其實非常看到 其實是我們左邊這個藍色跟紅色 就是我們的邦交國 所以我們的邦交國非常有限 但是其實我們已經去了非常多別的地方 所以在一定程度上 其實是台灣的資源 以及台灣的知識 已經能夠協助其他國家一起過得更好 更有尊嚴跟更有價值 那這個我想在最近很多案例裡面 以及我們這三年的COVID的議題 那我們在台灣在這個全球議題的角色 已經非常的凸顯 那我想講的是 在這樣的脈絡下 也許我們在這邊可以想像另外一件事情是 當我們都在講SDG的時候 下一個SDG正逐漿要來臨 我為什麼會這樣子說 是我們大家都說2030SDG永續發展目標 其實沒有說的是 這個之前是2015有一個MDG 有一個千禧年發展計畫 那在那個過程裡面是 在1990幾年代的時候 大家覺得2000年來了 大家要有一個共同的想法跟目標 所以2000年的時候推出的MDG 差不多在2015年快要到期的前七年 許多NGO組織跟許多其他國家 不再只是大國跟大企業的人開始倡議 然後逐漸的在三年後開始發酵 變成最後出現的SDG 也就是說在2015年的前七年開始慢慢醞釀 然後在2015年的前三年 大家開始有共識叫做SDG 以及最後在2015年的時候取代的MDG報告 變成全球未來15年的願景 以及大家現在朗朗上口的SDG report 那七年前開始醞釀這件事情 那2030年快到期的七年前其實就是今年 那台灣有沒有辦法至少在亞洲這樣子的議題上面 我們開始帶動新的一個全球的想像 以及未來在2030年之後 要怎麼樣子有一個全球議程的倡議 那我覺得今天我們在講這個全球風險 正好是這件事情一個非常好的起步 那我希望這個事情也可以引起大家來更多的思考 那我就主講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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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